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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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原来南关山戴天赋 在今天大年初一抽国运签 字幕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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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眼看整个签筒的60支签 抽到只剩3支还抽不到 在场所有人都很紧张 在台廟 没人说抽签签签签签 签签签 只剩3支 你把人家签不负签 连庙方都不敢自信 抽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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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说抽签 抽签签签签签签 结果 最后一支还是拐签 庙方宣布 今年没有博韵签 这不可能的事情 没人不关系 签签签 来抽签 不可能 十多支签 没抽到败签 南关省205年 抽到武则天 破天的国韵签 结果 蔡英文当选总统 被认为神准 但接下来三年都抽到坏签 妙方饱受攻击 本来今年不抽国韵签 后来声明指示 只抽不解签 没想到 最后竟然抽不到国韵签 连结千专家都说 前所未闻 全其 可能因为我们不出签 这也另外一支的可思 这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今天变成有可能 也是一支的可思 也让大家各自去解脱 这叫武汽田书 你自己去猜 自己去看 大家果然有各自的看法 我是政府 市政府灵 一些政策一直改变 你们对政府的信心 要向人民看不开 我觉得 就是 人定胜天 就是命运是怎么样的 就是观看这些 蔡英文今天在脸书彭文说 国家的运势取决于全民 只要上下一息 就会好运向前行 总统府则说 不会因为没有签 就原地踏步 今年虽抽不出国运签 有网友犯出去年的 看你广不止阵亡签诗 将其中的第四季 敬州上胞胎 解读为韩国瑜救足时 若安逸船到高雄 大战神预测 韩国瑜当选高雄市长 用新闻各自解读咯 报道